书馆开书,咱们继续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咱们接着聊啊,这个大小合作之乱 虽然这八级兵啊,算是拿下了库车城 但是呢,因为主帅的无能 这前线的八级兵还是显得有点手忙脚乱 焦头烂合 这会儿啊,在北京城的乾隆皇帝 他可没闲着 他每天呢,就是拿着雅尔哈尘的战报啊 来回来去的看,他干嘛呢 他研究啊,因为他觉得 这些个战报啊,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那有人就问了,这雅尔哈善呢 他是一个文官出身 这个写奏则是他的强项 他怎么能够出现这种错误呢 实际上您算计吧 这说过瞎话的好朋友啊,都知道 您要是说编一个瞎话,他好编 把这个资料准备充分了 然后呢,详细的在脑子里周详策划一番 您记住了,这瞎话他只能说一遍 这样串起来的瞎话啊,那没挑 谁也听不出毛病来 可这瞎话他禁不住来回来去的折腾 这乾隆皇帝呢,本来啊 就对这个雅尔哈善不太放心 所以说他要求前线呢 每日都要有奏报寄到御前 那么这么一来呢,就完蛋了 那别管你这瞎话编的多圆圈呢 那每天都让你折腾一番,为了原钱一个谎啊 那接下来你就得每天编瞎话 这样日子一长,那谁编的瞎话也有说漏了的时候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也是越看这些奏折奏报啊 越起怀疑是越生气 可是呢,这前线的情况啊 俨然是啊,双城来头 这又拿起了库车城 即便呢,确认了雅尔哈善一定是欺了军了 可是没有实质的证据,也很难治他的罪 那这是当然了,挺大的皇上老爷子治一个臣子的罪 那不能只是因为,可莫须有啊,是不是 就在这乾隆皇帝啊,每日狐疑天天生气的时候 有这么一堆人呢,他来到北京城了 什么人呢?哎,咱们前朋友说了,这药引子来了 那是什么人呢?就是那个霍吉詹派往赛里木的伯克阿里 这阿里啊,可是这个大小河卓的死忠 这大小河卓命令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一直啊,在咱们书馆听咱们书的好朋友肯定都知道 这大小河卓啊,是白山派的宗教领袖 而这个赛里木地区呢,几乎都是黑山派 在大小河卓的寿意下呀,伯克阿里到了这个赛里木之后啊 气着咔嚓,心是屠杀一己 据说广是惊他手杀了的黑山派呀,就有三千多人 于是他又遵这个小河卓货战之命 把赛里木地区的这些缠回呀,往多城迁移 那这么一来,他能不惹众怒吗? 于是这些赛里木的居民就推选了自己的一位领袖 哎,这个领袖的名字呀,叫阿瓜斯伯凯 然后啊,这伯凯大人呢,就带着这些回众,攻下了这伯克的衙门 拿着个大棒子呀,广是把这个阿里的亲信就打死了二十多人 然后呢,又活住了二十几人 连同这个伯克阿里呀,就一同送到了清军大营当中 这乾隆皇帝其实早有旨意呀,就发到了前提 他和这个前方领军的将军雅尔哈善说呀 如果攻克一城,这城中啊,大小合卓所任命的官员 尤其啊,是阿其木伯克,也就是城主啊 凡事啊,没死的战乱当中呢,都要押送回北京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乾隆皇帝给南疆的这帮缠回呀,定义的就是谋反 那么咱们这个书啊,他演说到这个份上了 还有好朋友不明白呀,这南疆回众为什么被定为母反 那我就再跟您磨叨磨叨 自叶尔强韩国以后,这个南疆的阿伯克合卓啊 到这个北疆去祈求准盖尔韩国大韩噶尔丹 帮着他出兵复国,那这噶尔丹是何等人呢? 立刻看出来呀,这就是一个机会 于是呢,就利用此契机呀,一下子就把这个南疆啊 化进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这南疆回部成了北疆准部的附属国 必须也是年年进贡,是岁岁来潮 后来呢,到了盖尔丹侧灵时期 对南疆的控制就更加的紧密,以及严苛了 从此以后啊,在南疆不再侧封大韩以及宗教领袖 原来的宗教领袖啊,十有八九的 都被他呀,抓到了这个准盖尔韩国的首都医里 在这儿啊,做了人质,那南疆怎么办了呢? 这准盖尔韩国的大韩呢,就在南疆封了无数个博客 也就是城主们,什么库车呀,赛里木啊,拜成啊,阿克苏啊 还有这个和田呢,那这么一来呢 很显然这南疆啊,就成了这个准盖尔韩国的领地 这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发兵准盖尔韩国 也就是啊,咱们现在说的北疆,哎,稀里呼噜的呢 整个这北疆的厄鲁特蒙古啊,几乎就要被这个八七大军赶尽杀绝了 虽然这会儿赵惠等人啊,还在北疆收拾准盖尔的余部 可是呢,已然可以宣称啊,这准盖尔韩国已经亡国灭了种 这准盖尔韩国原来所统治的大片北疆土地,已然就化进了大中华的版图 当然了,安那会儿说啊,就是大清国的版图 那依着乾隆皇帝是怎么想的 你们原来这些南疆缠回啊,也就是这个七成之地 原来呢,就是准盖尔韩国的属地 准盖尔韩国都被我打败了领土,是我大清的了 那你们自然这些南疆回部啊,也是并入了大清的版图 可是啊,谁也没想到这大小合卓,借着北疆之乱 他反了,您看他这个词他来了吧,造反 按照我给您解释这个流程啊 乾隆皇帝派兵啊,去平定大小合卓 说是平叛平反,是没错的 当然了,别的博主啊,给您怎么解释 您自己怎么想,我管不着 但是我的书呢,只能这么讲 换个讲法的,学徒我也会 只不过啊,要是那样讲啊 我就真分不清个眉眼高低了,离封号也不远了 呀,咱们刚才说到哪儿 为什么提起这个话头来了 忘了,让我叨叨 哦,对了,咱们是说到 为什么这乾隆皇帝要把这些谋反的头子们呢 都统统压到北京城 那么既然这个中央政府啊 也就是大清朝廷 把你们定性为粉贼 那必然得是依法处置 到了北京城之后啊 兵部刑部三法司是三堂会审 定下最来啊,这乾隆皇帝冒情勾绝 到时候把这反贼压到西市 当着天下百姓啊 是该杀杀该寡寡 哎,这乾隆皇帝啊 想的就是这么个流程 所以啊,才有这个前线的雅尔哈善 哎,派了一支八旗小分队 压接着这个塞里木的伯克阿里 就到了北京城 那么这支小队刚一到啊 这消息很快就报到了 乾隆皇帝的价钱 这乾隆皇帝对这位阿里啊 没有兴趣 交代三法司啊 该审审该杀杀 就在当天的晚上 这乾隆皇帝刷刷点点 给自己的亲随太监就写了一道秘纸 他跟这个太监说呀 你赶紧拿着朕这道秘纸 到大营当中去提掉一个人 那么去提掉谁呢 就是啊 押送这个塞里木伯克阿里 来北京的清军护军校 叫做胡图里 要说起来这个孝玉之职啊 他不是个大官 大概其合到今天呢 也就是个连级干部 那么一提到这个护军呢 可就不一样了 你这个乾隆营护军营啊 那可是皇帝身边的部队 也就是说这个小连长子 胡图里啊 那可也是乾隆皇帝 派到前线自己的心腹 这胡图里啊 接到这封圣旨之后 不敢怠慢是连夜进攻 这话呀 咱们哪说哪了 这您就听出来了 这是咱们讲啊 打仗的戏码 军情紧急 把这皇上提掉啊 这将军就能够连夜进攻 那么咱们讲清宫系的时候呢 这就不行了 那进大内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连夜进攻啊 北京城紫禁城里 没这规矩 所以说呢 咱们呀 说到哪部书啊 咱们就救哪部书的事 于是这太监呢 把这位护军校胡图里 就带进了紫禁城 就把这位护军校啊 领到了乾隆皇帝的请供养心殿 那自然的这胡图里啊 见了乾隆皇帝以后 是连忙跪倒 参王驾问王安 这乾隆皇帝看到胡图里来了之后啊 他就问了胡图里一句话 说这胡图里啊 你可跟朕要说实话 这霍吉栅随着这个六百魁军 就进入了库车城这件事情 这牙尔哈善等人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这胡图里啊 连忙又打了一个圈 说回主的话 这六月十六日那天呢 奴策我正在这个严相师 严军们的手下当差 在城外一通熬杀之后啊 歼灭了大部分大小合着来源的部队 在慌乱当中啊 就有六百多人逃进了库车城的西门 和英将官呢 包括大帅牙尔哈善 以及啊投靠到咱们营里的那些回部的头人们 全看见了 淘金库车城的这帮残回们呢 他打了一面大道旗 这大道旗上秀的到底是什么字啊 哎 臣我看不清 不过呀 据这个阿敏何卓和恶对博客说呀 隐约能看出啊 是这个回文 书中代言的就是维吾尔文 贼人进城之后就不出来了 于是大帅统兵啊 就回到了大营 到大营当中 大伙的一讨论呢 这些回部的头人 俄敏何卓 恶对 嘎代莫特 以及色提巴尔 这些人呢 就联名 向这个大帅牙尔哈善奏称 他们说啊 这很有可能是小合卓 货集站进了城了 因为啊 打出这面道旗啊 那应该是帅旗 那这大帅牙尔哈善就问他们 说你们看见小合卓 货集站了吗 这些人说 那倒没有 那这大帅说 那就完了 你们瞎估计个什么劲儿 我总不能啊 跟这个皇上奏报说 可能差不多 小合卓进城了吧 都在这歇会儿得了 胡出主意 所以说啊 这大帅牙尔哈善呢 一口咬定 小合卓 货集站啊 在乱军当中啊 被冲散了 是带着人呢 往回跑了 或者是跑到了喀什嘎尔 或者是跑到了叶尔枪 这乾隆皇帝听完之后 也顾不上生气了 哎 赶紧就接着问 那这小合卓 踏嬴而逃 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糊涂里 赶紧又说 回主的话 那一天呢 我还是在这个 严相师军门的麾下当职 严军门这支部队啊 守北城 我带着我的180级兵啊 从中配合 小合卓 货集站 领着他的400级 从西门杀出 确实啊 从这个守西门的 顺德纳军门的营中 踏嬴而过 这件事情啊 奴才我 虽然没在他的营中 但是知道的呀 可能比别人 稍微的详细点 因为在他营中的侍卫 嘎不输啊 是我的好朋友 那一天呢 正好嘎不输当职 听到有人 踏嬴而过的时候 就赶紧请命 于顺德纳军门 说要领着一支人马呀 赶紧连跃去追 可是这个顺德纳军门说呀 哎 天太黑了 这么着贸然追击呀 中了敌人的埋伏 岂不吃的大亏 前面啊 就是魏甘河 有这个大河拦路啊 想逼这些人呢 也一时渡不过河去 所以说呢 他就命这个侍卫 嘎不输啊 等到天亮再追也不迟 可是到了天亮以后啊 这嘎不输 带着一百骑兵 追到了魏甘河畔 到那一看呢 根本就没有河水 在这河床之上啊 只留下了一溜马蹄印子 也就是说呀 这四百来人呢 早就渡过了魏甘河 不知去向了 至于这支人马领头的 就是小河拙呀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 后来呀 是听这个阿三河拙 来到营中 向这个雅尔哈善 大踹奏报 说这跑出去带头的 就是小河拙护击战 这样我们才知道 那天晚上是放跑了球手 这乾隆皇帝知道 这大半夜的再怎么生气呀 也是无济于事 于是啊 这乾隆皇帝就跟这位 护军校糊涂里说呀 今天震宫我问你的事啊 你跟谁也不能提 你呀 先别回前线了 就在这个护军营里呀 先暂住休息 到时候把雅尔哈战和顺德纳 押到北京啊 朕还要你呀 在御前做个旁证 你先下去吧 通过这个和护军校糊涂里 一番对话 最起码乾隆皇帝 他明白了三点 这第一点呢 就是6月16那天 这小河卓逃进了库车城 和英重将 以及归顺来的缠回头人们 都认为呀 这只进城的大道旗呀 就是证明这小河卓 货极战啊 他来了 可是呢 这雅尔哈善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大概旗呀 是猪油蒙了心了 他就不相信 并且呢 他是这个营中的主帅呀 他还让别人闭嘴 不让讨论这件事情 其次呢 就是这货极战逃脱呀 这守西门的顺德纳呀 他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这个人的毒职呢 那完全是该死 还有一点呢 他也深知 投城来的这些 缠回首领们呢 比如说了 这个额敏合拙 恶队合拙 嘎代莫特 以及瑟提巴尔迪 这些人呢 是新乡大清的 是应该表扬的 自此以后 这乾隆皇帝 对这些回人头人们呢 是完全放心 再也没有猜忌了 这乾隆皇帝 写起了一道玉纸 发给谁呀 发给赵慧 他跟这个赵慧说呀 朕询问军前细节 知额敏合拙 恶队等尽力效力 深感欣慰 你到南疆后 应该对其奖励 以自鼓励 并且你到南疆之后 对雅尔哈善等进行调查 这雅尔哈善呢 火速压界回京 至于顺德纳嘛 放走货极战一事 却由他独职所为 那就立刻问斩军中 这道秘址 停记出去以后啊 这乾隆皇帝气还没消 于是啊 又给宗人府 以及相关旗物管领 写起一道圣旨 把这雅尔哈善的儿子 发到黑龙江苦寒之地 是戍边赎罪 这顺德纳的儿子 也不能饶了 发到这个广东 燕障之地 戍边赎罪 那有人就说了 这乾隆皇帝 搬这件事情 找各旗管领 也就完了 为什么还要下旨到宗人府呢 哎您别忘了 这雅尔哈善呢 他可是姓爱新觉罗的 人家要是宗使 所以发配他们家的人呢 还得经过宗人府 办完这些事情之后 这乾隆皇帝啊 才算是输了一口气 他算了一下 自己派出去 接替这个靖利将军 雅尔哈善的 纳木扎尔 以及啊 接替这个随军参赞大臣 哈宁阿的三太 已经在路上了 再算来呢 各月七成呢 这赵慧也会接到自己的圣旨 到时候啊 赵慧抵达南疆 估计这大局啊 就会能稳定住 那么现在前方的局势又如何了呢 其实这赵慧也接到这个乾隆皇帝的旨意以后 在八月初九的时候 就依然启程了 从这个伊犁啊 翻越这个库车 与塞里木一北的阿勒坦 呼斯坦岭 计划着到库车城以后 与这个雅尔哈山会合 那么说这北疆的事处理完了吗 没有 可他呀架不住这乾隆皇帝 左一道圣旨 是右一道圣旨 急着把他往南疆调啊 虽然这北疆的问题也很棘手 不过呀 抗旨总是不行的 于是啊 他也只好带着这四百八旗兵啊 翻山越岭的 就奔了库车了 那么雅尔哈山这边又是什么形式呢 咱们前方讲过了 库车城开城投降以前 库车城内的伯克阿卜都科勒木 带着人跑了 这雅尔哈山觉得呀 这阿卜都科勒木跑不远 于是啊 就派人在这个附近 搜山捡海子 正逮他呢 那龟旗也在库车城附近的山里 搜山捡海子逮了十六天 还是没找到这个阿卜都科勒木的踪迹 只好作罢 这会儿的雅尔哈山呢 完全不知道在乾隆那边啊 已经判了他的死刑 他的政治生命 乃至他的向上人头啊 都悬了 这他心里呢 自然也是着急 想着呀 尽快的将功折罪 整顿人马呀 就向这个阿克苏进军了 那这会儿最神秘的是谁呀 最为神秘的 要数着小河卓货站 咱们前文书说到 这小河卓带着四百人 就逃出了库车城 逃到安全地带之后啊 小河卓就把这四百人解散了 带着自己的一百亲随呀 向这个大白营叶尔枪方向逃窜 其他人呢 自然就是就地解散 原本这些个兵丁啊 也是从各城招募来的 现在呀 各回各家 用得着你们的时候啊 再到你们城中啊 去招兵 清军这边呢 赵慧雅尔哈善 乃至在北京城的乾隆皇帝 都认为这小河卓货站呢 肯定是吓破了胆了 一定不会再敢来员库车了 即便他想来呀 也没有人再敢跟随他来了 不过呀 他们完全低估了 这宗教的煽动力 这小河卓从库车城逃走以后啊 先路过了拜城 首先呢 把拜城的居民迁移一空 把这些居民强制的迁徙到了乌石 和田一带 迁完了这些人口之后啊 他就回到了他的大本营叶尔枪 没过多久 在这叶尔枪啊 又征集了三千五百人 从这个阿克苏乌石 又各征五百 组成了一支四千五百人左右的战队 决定是翻回头来载远库车城 那么书中代言 这会儿的小河卓货站呢 他不知道这库车城已然开成头墙 被清军占领了 于是啊 就带着这四千五百人 沿着沙漠向这个库车城进军 所以说您看呢 这宗教的凝聚力和煽动性 它了得吗 首先说小河卓 他知道啊 这广是亚尔哈善的兵 围困库车城的 就有七千多人 上次他带来的人呢 还算是能跟这个清军呢 大概持平 而这回他只带了四千五百人 就敢来源库车 他心里肯定是这么琢磨的 神的部队啊 那绝对是无奸不摧 无账不胜 所以说呀 他才敢带着四千五百人 来以少基督 还有啊 就是追随他这帮残回们 咱们这个巴亚尔含的 带着六千人 当然了 也有说是带着八千人的 去解库车之围了 怎么就带着一百人回来了呢 那用屁股想啊 也能想得明白 这大汗肯定是吃了败仗啊 让人打回来了 即便是这样 这些人 在这个小合着货极山的山洞下 也愿意跟着他出征 这么一来 这三支部队啊 都往一个方向走 这大概齐啊 就是败城方向 那后玩说热闹了 这三支人马撞到一起 那必然是一场 熬战 这三支人马撞到一起 再来 这三支人马撞到一起 这三支人马撞到一起 这三支人马撞到一起